今天是礼拜天 许多商店下午4点就关门了 再加上又下雨 所以现在晚上8点钟 路上都没有什么新人 上个月4月25号发了一个视频 内容是去西斯罗机场 接个从国内来读研的留学生 本来那次是要接两个学生的 他们都在帝国理工读研究生 两人在伦敦合住了一套公寓 因为有一个学生的签证 没能及时批下来 所以上次没能来 今天终于飞来英国了 我这是去机场接他 和上次那个学生一样 是从香港转机来的 飞机晚上9点降落西斯罗机场 这是伦敦西边的一个高架桥 和通往机场的高速连着一起 左边这个带有红色标识的大楼 就是英国著名的制药公司 格兰素斯克 上了高速 雨越下越大 现在已经到机场了 过了机场隧道 前面就是机场大楼了 和上次一样 要把车停入室内停车场 现在要往下面再转两层 到一楼 一楼停车场是客人出来以后 坐车最方便的地方 今天一层这个停车场 都没有几辆车 进入街机大厅 天啊 今天的人更少 这都没有几个人 哎呀 整个街机大厅就空荡荡的 飞机早到了半个小时 而且现在航班这么少 所以这个学生 他刚才已经和我联系了 已经出了海关 正在去拿行李 上次接他的那个室友的时候 等了两个多小时 今天这个学生 从下了飞机 到过海关 再拿上行李 总共才半个小时 多长时间在这边 这个待在这边 我刚才到九月份十月份 就回国了 就结束了 对 如果不找工作的话 就如果找工作的话 好像你们现在是不是可以留下来找工作了 可以留下多长时间 两年还是一年 一年的工作权 一年的工作权 我也不是那么好找 看运气 你有一个办法 就是啥呢 你现在不是 这几个月门 你来都除了应付你的考试以外 你就开始投简历 就是碰得巧的话呀 它就有可能就是被一个这么单位录取 然后发一个工签给你 你该带时间长了 有可能就可能会留下来 我就是想着 因为我现在计算一下地设了 你是学的什么专业 计算机的 计算机专业 本来我是想去美国嘛 然后美国去年颁发了一个 对对对 那个10043 然后就进了几个学校 我们学校在里面 但是像青蛤北大这种学校 就不在那个表里面 他们就也可以去 对从我家到深圳 哦再到向阳 对到向阳 还在深圳玩了两天 那不是吧 就是歇两天 歇两天 那都是灯火通明啊 对灯火通明 那现在深圳两年多下飞机 对啊 那国内 灯火通明 外面排队的 对啊 好 中国的机场好热闹那些地方 好热闹啊 你看在这里 出来的 没有人 对 你出来的 我们下飞机的时候 那个感觉机场就都关了的一样 就是哪儿哪都是都是运行的 然后就一堆人就想 那个电梯到底是能不能走的 就想 对 我女儿 她是上初初中刚毕业就过来了 她那时候 她要求出去打工 最多的时候一次打三份工 我说你打通通干干嘛 她要练英语 因为她在国内学的那个美式英语 到了这边来吧 她就听不懂 然后礼拜六礼拜天就去打工 在国内什么可能啊 你说初中刚毕业 哪个家长会让孩子出去打工啊 不可能的 这边她就 对对对 她就去打工干什么 挺好的 后来到罗丁汉上的大学干什么 快到了 回去要转到其他国家 什么贺心机啊 你看这边有个三十五人 这是一个大超市 你们宿舍就在后面 就这边 这边东西都有 确实挺方便的 学生入住的公寓已经到了 一楼大堂 24小时服务 安全措施非常好 也就是好像也没有不适应的 那个学校那边很漂亮啊 对那个 自然历史博物馆那边 是 行那你们就给大家吧 要不给我还带上去吧 应该可以 可以抓 行好的 好 那你们就小心点 拜拜 以后有什么事情可以这么贴心 拜拜 上次那个学生过来 花了40分钟 把所有的 入住手续 都已经办完了 所以这个学生过来 不用办手续 直接入住就行 现在往回走 我选择另外一条路 穿过市区 顺便给大家看一下 伦敦的另外的一种夜景 这是市区内的一条高架 这条路是市区的主干道之一 左边拐弯进去那条路 就到了贝克街 富尔摩斯博物馆 就在这里头 现在拐弯上另外一条路 往海德公园方向走 到那边去看一看 左边这个是英国的金拱门 它的颜色是这个样子的 跟国内不一样 正前方 那就是牛津街了 但是从这里过不去 车子到这个地方 所有的车子必须右转弯 现在到了公园路 左边 有宾利 宝马等品牌车的专卖店 还有好多高档的酒店餐厅 这里还有一家米其林餐厅 我对这个餐厅的印象比较深刻 因为三年之前 我带过从国内过来的三位 网红小姐姐 她们来英国旅游 当时她们三个人 在这家米其林餐厅 吃过一顿中午饭 花了2800多英镑 因为刷卡不成功 所以走不了 后来打电话 我过来帮他们垫付的 所以这个印象特别深刻 前面有辆警车 截住了一辆基辅车 不知道是个什么事情 现在我们绕的这里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盘 有好多个出口 有去皮卡地里大街方向的 有去北京汉宫方向的 我现在准备去另外一条 商业街去看一看 有去那边 去那边 感谢观看 现在这边是南肯兴顿区的一个商业中心 这条街及周边一些区域汇聚了许多像老历市 北达菲利 巴宝律等众多大牌设置品的专卖店 还有许多高档的餐厅和酒吧 前面那个有个圆顶的建筑 就是欧洲最奢华的哈罗德北货公司 至今已有将近200年的历史 上下共有7层 有10个大门 营业面积超过11万平方米 里面有5000名员工 28个餐厅 在1985年曾耗制4亿英镑重新装修过一次 北货公司老板的儿子叫多迪 他就是戴安娜的男朋友 后来两人因车祸一起遇难 这条路继续往前走 马路右边就是维多利亚和阿尔波特博物馆 旁边就是帝国理工大学和科技博物馆 马路右边那个灯光照射的宏伟建筑 就是自然历史博物馆 时间不早了 朝个近路从市中心的两个居民小区里面穿过 这路边的住宅都非常漂亮 房价也非常昂贵 这些路段的房价可能一套都得积百万英镑 刚才经过的哈罗德百货 它对面的那种公寓楼 一般都是阿拉伯的富豪居住在那里 那种公寓一套起步价在1亿英镑 今天拍的伦敦夜景跟上次拍的走的路线不一样 这样可以多角度的看一下伦敦的夜景 马上我也快到了 就不拍了 再拍都是重复的接近了 好,今天就到此结束 喜欢看我视频的话 请长时间点赞加关注 谢谢